你現在收看的是曹老師蘇學 Black and Red and Yeah 好 現在呢 我要教大家怎麼解 sin z 等於 2 你會覺得很奇怪 sin怎麼會等於 2 嘛 對不對 沒有錯 在真實的世界裡面呢 sin 是從負一到正一之間 不可能等於 2 的 但是在虛擬複雜的世界裡面呢 sin 是有機會等於 2 的 讓我教你怎麼求 怎麼解 OK 首先呢 你要知道 sin z 的複雜的定理是什麼 OK 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我會把它放在我的 description box 裡面 OK 一開始呢 你就把它帶進來 這個呢 其實就等於 1 的 i z 次方 減掉 1 的 i 負 i z 次方 除以 2 i OK 這個其實就是 sin 的 definition 複雜的 definition 因為我們有複雜數 因為那個 i 跑出來了 OK 然後 右邊呢 當然還是等於 2 啊 那你看 現在呢 其實我們就是在做代數 因為呢 我只要把 z 求出來 我們就搞定了 好 我們就繼續做 左邊 右邊都乘以 2 i 好不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 這個跟這個消掉 左邊呢 我們有 1 的 i z 減掉 1 的負 i z 那我們知道負的次方呢 就等於一個分數嘛 1除 1 除 1 的正 i z 我們就把這個寫成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 右邊呢 2 乘 2i 當然是等於 4i 啦 那其實這個 equation 呢還是有一個分數嘛 那我們全部都乘以 1 的 i z 好不好 那你看 1 的 i z 乘以 1 的 i z 呢 1 的 i z 次方 就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要把那個 1 的 i z 寫成紅色的呢 因為你看 是有 1 的 i z 平方 然後這個是 1 的 i z 的第一次方 這個其實就是 1 元 2 次方程式 in terms of 1 的 i z OK 所以呢 我只要把這個放在左邊 然後把右邊弄成 0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用那個公式求出來 所以呢 我就寫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 1 的 i z 然後 平方 這個拿過左邊 就變成負的 4i 然後我們放個框框 然後 1 的 i z 然後這是第一次方完 然後再減掉 1 等於 0 對吧 那 怎麼算 這個就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先把它寫下來 1 的 i z OK 這個等於 我們知道 是一個分數 呃 我們把這個寫好看一點 OK abc嘛 對不對 你知道吧 所以這個 a 是等於多少 a 等於 1 那 b 等於多少 b 是這個喔 所以這是 其實是 -4i 這個是我們的 b 那請問 c 就是很簡單的-1 把這個小心點做 喔 不好 好 現在的這個就是公式 就是-b b 就是-4i 然後加減 根號 框框 然後把那個-4i 放進來 然後再平方 減掉 4 乘以 a 乘以 c a 是 1 然後 c 是-1 這樣子 然後下面是 2 乘以 a 就是 2 乘以 1 就這樣子 那你看 左邊還是有 1 的 i z 右邊就把它算好看一點對不對 負的乘負的就變成正的 所以正的 4i 然後這個是加減 然後我們有個大根號 來 我們就清算囉 負的平方是變成正的 然後 4 的平方是16 但是 i 的平方是負1 所以這個就是負16 負4乘以 1 是負1 再乘以負1 就變成 負4 對 就變成加4 正式正式 然後這個是負16 負4 就等於多少 就是負12 對吧 好 我就把這個寫小一點 其實也沒有那麼大 對不對 然後下面是什麼 2乘以 1 當然就是 2 啦 就這樣子 來把這個弄好一點 你看 根號裡面有負數 我們就可以把它 就可以把一個 i 拿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其實就是 4i 加減 先放個 i 在前面 然後我們知道 根號 12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什麼 就是 根號 4 乘以 根號 3 對吧 根號 4 乘以 根號 3 把它寫小一點齁 嗯 根號 4 乘以 根號 3 就是 12 嘛 然後 根號 4 是 2 然後 根號 3 留在 根號 3 就這樣子齁 然後下面是 2 然後當然就把它除掉 所以我們有 這個除這個變成 2i 這個除這個就是 加減 i 根號 3 如果你喜歡的話 把那個 i 呃 拿出來嘛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成這樣子齁 因為有點寫得很奇怪 來 把它寫好快一點 來 畫個箭頭 左邊是 1i z 次方 右邊 2 除掉囉 把那個 i 拿出來 所以我們有這個 i 在這邊 然後 框框 這個變成 2 然後 加減 根號 3 這樣子 那請問 我們到底就算什麼 我們在求解 z 是等於多少 對不對 z 是在這邊 我們有 1 的 i z 次方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拿 natural log both sides 所以呢 我就放個 natural log 在這邊 放個 natural log 在這邊 記住喔 這個是 i 乘以這個東西 左邊很好算 因為 natural log 跟這個 消掉 我們就只有 i z 然後 右邊呢 因為這個是成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 寫成兩個 呃 兩個 natural log 嘛 所以左邊 一開始就是 l n i 第二個就是 加 l n 這個就是 2加減 根號 3 OK 其實呢 我知道 當我放 l n both sides 的時候呢 這邊又加 2 n pi 但是我就算兩個答案出來給你們就好 先把那個 最基本的答案找出來 然後到最後再加那個 2 n pi 好不好 那 全部除以 i 我就搞定了 但是有一個很奇怪 因為這個是什麼 什麼是 l n i 我不知道 我要趕快算一下給你們看 來 求一下 那個複雜的 呃 就是那個什麼 plank 這個叫做 imaginary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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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叫做 real axis OK 這個叫做 real axis 然後這個叫做 imaginary axis 我不知道什麼叫什麼 呃 如果有個複雜數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是 z 等於 a 加 b i OK 所以呢 我們知道 從這邊到這邊是 a 從這邊到這邊是 b 那我們有那個叫做 polar的 呃 算法 這邊呢 我們有個 theta 然後這個有個 r 然後我們知道 r 等於 根號 a square 加 b square OK 然後 theta 當然是那個 angle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我把它寫好看一點 A 是 r 然後你知道是 cos 嘛 cos theta 然後 b 等於 r sin theta 這是 y value 所以呢 當你有 z 等於 a 加 b i 的時候 a 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r cos theta 加上 b 等於這個 所以就是 r sin theta 我們還有這個 i 把它寫在這邊 那你看好 兩邊都有 r 可以把那個 r 先寫出來 然後呢 這個是 cos theta 現在呢 讓我先把 i 寫下來 所以就是 加 i sin theta OK 那你再看清楚 這個還是 r 請問這個是什麼 我們知不知道 知道 這個叫做 歐拉公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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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believe in chinese 所以這個呢 其實我們可以寫成 1 的 我是用 theta 嘛 所以就是 1 的 i theta OK 然後左邊呢 是 z 當然啦 當然全部都是 z OK 所以呢 這個叫做 standard form 這個叫做 polar form 中文我不知道 那我為什麼做這個呢 因為現在呢 我就把它 l n both sides 所以呢 這樣子你就可以 求出 l n 你就知道 l n z 等於 你看喔 這個就是 r 成語 這個所以把它分成兩個 l n r 加上 l n 跟這個 e 消掉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i theta 對不對 那 給你們一個小小的 bonus 因為我們知道 cos theta 跟 cos theta plus 2 pi 是一樣的 跟 cos theta plus 4 pi 是一樣的 2 n pi 都可以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 theta呢 其實可以變成 theta加 2 n pi 然後這個 theta也可以變成 theta加 2 n pi 所以呢 這個 theta其實也可以變成 theta加 2 n pi 所以你喜歡怎麼做都可以 到最後你喜歡的話 在這邊加個 2 n pi 放個框框在這邊也可以 這一題其實有很多的答案 OK 但是呢 我就想說做兩個答案給你們看就好 OK OK Anyway So here is the deal I need to figure out what's l n i Right 所以呢 你就看好囉 i是什麼 i等於 0 0 加 0 加 0 加 1 i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 imaginary 的 axis上面呢 在這個軸上面呢 有一個 1在這邊嘛 這個是1 所以我的 i就是在這邊 這個就是我的那個 OK 這是 1 i OK 那你看喔 這個 angle是什麼 最簡單的 angle就是 pi over 2 right 90度嘛 然後這個 r是什麼 從這邊到這邊 它的 distance就是 1 對不對 把這寫掉 這個我知道有 technical name 我們有時候可以就是把它放個絕對值 然後放個 z OK 然後 這個呢也有一個 technical name 叫做 argument 但是呢 今天我只想要教你們說 這個其實是有解的 在複雜的世界裡面 所以呢 不用 get into too much detail Anyway OK Let me show you ln i OK This is equal to ln r r is 1 r是1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ln 1 然後呢 我就不先 我就先不加2n pi 所以我就加 這個 i 還在這個 i 這個 theta呢 是pi over 2 所以我們就是pi over 2 就這樣子 那請問ln1是什麼 ln1當然還是0啊 所以呢你看喔 ln i 就等於i pi 除2 就這樣子 OK 就是這樣子 那之後呢 所以 我們還在這邊 OK 我們還在這邊 呃 我就把它寫下來 i z 等於 ln i 就是i pi 除2 寫下 i pi 除2 給你們看 那 那 這個等於什麼 就是 加ln2 加減根號3 像這樣子 那請問我們做完了嗎 還沒有 因為這邊是 i乘以z 對不對 所以呢現在 我每邊都要除於i 那我就把它寫好看一點 我就寫成 1除i這樣子 OK 全部都乘以1除i 所以你看 這個跟這個相乘 那個i就消掉 我們有這個z 那 這個i跟這個i會消掉 所以我們會有 pi除2 那這個乘以這個呢 我們還沒有算出來 所以是 1除i 然後現在 還有ln parentheses 2加減根號3 像這樣子 那 一般呢 我們不喜歡 有i在下面 所以呢 我不喜歡在下面 我喜歡 在上面 所以上面下面都乘以i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i me z等於 pi除2 那 i乘以i等於-1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變成負的 然後我在上面的時候就變成i 然後現在呢 這個就是ln2加減根號3 欸 就是這樣子 OK 那 現在我們就是大概算這樣子 如果你要把它算得比較 呃 詳細點的話 答案會是這樣子 OK 這個是我們拿到的答案 沒問題 我們其實有兩個答案了 一個是 加的在這邊 一個是減的在這邊 兩個都可以 讓這個 呃 equation work Right 那 一般呢 你會看到 他們 全部的答案 是會怎麼 會是說 z呢 會是等於 還是有 pi除2 我是寫 -i ln 2加減根號3 對不對 其實呢 我可以把這個 做一些代數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或者你看我英文版的影片 其實有加減在這邊 沒問題 然後ln 然後裡面呢 其實就是有2加根號3 最後呢 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要找全部答案的話 再最後去加 2 npi 還是pi 隨便你怎麼說 然後 一些比較 對數學敏感點的人 他會說 n呢 是 integers 所以你就寫這個下來 讓他們高興一點 來 這個就是 讓你們 數學教師會比較高興點的答案 OK 然後 從這邊到這邊 你們就想看怎麼做 但是呢 嗯 就自己去傳一下就可以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好 很棒 我會好好讀數學 OK